至於第三關介紹的,就是星期二第九場 比特寶對盧頓 這場賽事,我選擇半場主客和的客勝 3.15倍 為何我這樣選擇呢? 可以看看近兩隊的戰績 其實比特寶在主場10場中 踢得不太好 比我感覺上,他是有英冠能力的球隊 也在英冠踢了很久 下了甲組,也踢得不太差 但本身呢 他在英甲這10場中 贏得3場,和3場,輸4場 對手勞頓,基本上在英甲踢得不錯 反而近來就有起色 在作客場次中,兩場贏 三場和,其餘都是輸球的五場 比特寶本身的八場主客賽事中 剛剛在祖宋佩,贏這隊布羅·布莉 英甲作客也輸給韋金比 主場贏了費利活特 之前主場半場已經輸給阿哈零頓 全場都輸了 英格蘭錦標賽這場本身的對手 也是 半場領先之下,和2比2 射12碼,輸5比4 對手勞頓呢 其實戰績非常好 主場非常好,作客也不差 剛剛贏了韋金比2比0 作客也是和羅奇代2 也贏了AFC溫布頓,2比0 作客這個班士利 本場輸1比2 起碼也有波入 全場2比3 我們看看H組的積分 其實盧頓在這場賽事中 踢第三輪 基本上就是 正常情況下很穩陣 在第一、第二名中進入第二圈 對手比特寶拿著2分 在數字上,基本上只會贏這場 拿著5分 可以看看其餘的對手 即是白麗頓 U21 以及米爾康辛斯 這對方的戰況 情況是怎樣 但是他 為什麼我都要選擇 勞頓的半場贏呢? 最主要是 比特寶給不到我 他在這場球 即是英格蘭聯賽錦標 是有想爭的感覺 因為他本身對著這堆對手 說真的 你對著白麗頓 對著米爾康辛斯 你都是和波的話 其實連12碼都會輸 拿不到這些分數的話 基本上就是 感覺上就是 不想欠這場賽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基本上就是 我會選擇勞頓 現在拿著6分 希望他上半場 進取少少少 拿了一球零先的話 其實3.4倍的倍率 博他半場 其實是 非常值得的 我們可以看看 3傳4的購買 我們買3傳4 50條 中額200元 頭關 克池對 阿克林頓 主客和 和的 3.3倍 第二關第五場 佩利對 惠利活特 也是主客和和的 3.25倍 第三關 就是第九場 比特寶對 勞頓 半場主客和和的 客隊的勞頓 3.15倍 如果成功中這場 3傳4 都頗好分 有3257個日 除了200元 也有3057個日 的進帳 希望這場3傳4成功過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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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